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咪咪 咪咪别走啊 咪咪 必然即可将凝丹晶妖兽打回原形 它是封锁浮云山境千年的高人 在下徐长风 若非高人从猫妖手下相救 徐某今日必死无遗 我什么时候救过你 猫妖 那不就是只小猫咪吗 这就是强者的世界吗 这七叶诸果 属于高人您 两千年的七叶诸果 哪来喂狗 高人 您的七叶诸果没带走 这东西我多的是 送你了 徐长风 多谢高人赠宝 几颗西红柿至于吗 再说我叶青云也不是高人 不过就是个被雷批中的普通人罢了 莫名穿越 多了个系统 还被关起来学习各种技能 学不好要挨打 开流会被批成人干 通关 恭喜宿主获得全能圣人称号 耗费十年 我终于学习解除风扇尽致 系统半点奖励没发就跑路了 穿越不给挂 什么狗系统 大猫 以后就咱们爷俩在一世界生存啊 想吃 挑高点 公子 帮帮我 没问题 小姐 你迷路了吗 小女子遇到邪修解绳 邪 邪修 爱莫能助 告辞 迟了 那邪修已经来了 在哪里啊 谁来了 我命修 你不是说邪修来的吗 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啊 你 你怎么莫名其妙坐地上了 还哭了 座下小犬都如此厉害 主人该是何等高人 小女子白素衣 多谢救命之恩 敢问前辈是 怎么张不开口了 我家主人喜欢低调处事 姑娘还是别问太多比较好 这是命语传音 高人行事 果然不是我能揣测的 小女子身子骨弱 被风吹倒 刚刚是眼花 把妖风误认做邪修了 风吹就倒 你这身子骨也太弱了吧 要记住 多喝热水 多运动 不瞒公子 小女子自小就染上了寒症 寻遍名医束手无策 天才地宝 也只够须命 人生谁能料 看悲楚 深落柳墨花丛 你们这些异界人就是麻烦 区区寒症而已 还不至于转闻念痴 要生要死 死病公子能治 分分分钟的是 敢问公子 是何种疗法如此神奇 在我的世界 有一种传统 神秘 伟大的医学疗法 因为 把火 罐 这怪子如此之大 素医 怕是受不住啊 试试吧 不仅能治疗你的寒症 还帮你飘飘欲仙 不了 麻烦精神百倍 体能充沛 回剑八万次 丝毫不勒 回剑八万次 那不得修为大掌 也不是没可能啊 现在就是 不过这个方式 要躺床上 脱衣服 素医 准备好了 请公子诗书 这么白的背 不把火罐 太可惜了 满上 必须给他满上 不过 火罐怎么拔来着 小二同学 公子你在教我吗 没教你 我查查火罐怎么拔 可以了 红树他不懂 就这样开拔 快看 富人山神显灵了 富人山神显灵了 难道是 叶公子 还没好吗 还差最后一点 打定 完美 你怎么样了 公子啊 素医浑身发烫 好热 又受不了了 哇 还真的能喷火 我体内的寒症 真的全消了 胸尾还暴涨了 一个大境界 公子 这火关疗法 真有效 那当然 我们华夏中医 博大精深 渊源流长 主打一个 公子 是有什么不对劲吗 你自己看吧 以后注意点 卫生就没事了 伤自尊受打击了 公子 有只虫药在你身后 中了我的指环 咸水 它动不了 先吞了它 再吃那丫头 好臭 手气翻台 不该看见我 也不可能夺过 在哪呢 放哪去了 输掉太瘦了 找到了 果然是高人 高人 什么高人 这种也太 太臭了吧 我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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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 小姐姐往后 还是要多讲点卫生吧 功绩总算清新 糟糕 说话一时爽 得罪女生是不堪设想 希望看在 把火罐的份上 道个歉就别揍我了吧 苏伊 你看我帮你解了寒症 说你不讲卫生的事 叶公子 公子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苏伊 愿以身相许 小贼 竟敢偷我的理 糟糕 被发现了 叶公子 苏伊方才说的事 我有急事 等会儿再说 我 我也要赚钱还你 小贼 别跑 叶公子究竟何意 我一切娇弟弟女修士 难道比不得几颗梨 等等 什么 竟然是三千年悬天灵火 叶公子 到底是何方高人 宗门急诏 定有十万火急之事 师尊 何事急招弟子 师姐 日间续长风两次突破 因此三宗比武 我们九里门怕是要输了 怎么会如此 唉 罢了罢了 苦来多辈 虚名物 命负虚名 神莫负 三宗第一 虚名而已 为师并不在意 师尊无需烦恼 素伊献有遗迹 可助师尊 此话当真 弟子偶遇一位高人 为徒儿用了一种 名为火罐的法术 不仅能驱除寒虫 还让徒儿的修为 长了三层 这火罐内莫非是 传闻中的三位真火 如此高人 又怎会平摆住我 徒儿 对叶公子已心伤仰慕 若师尊能大为提前 那日后就是一家人了 那还等什么 速速前往 唉 师尊 你慢点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就是小子身无半分修为 哪里想高人 我看你分明就是贪恋 那小子长得英俊 戏弄为师 师尊 我说的都是真的 好啊 不是挺能跑的吗 瞧我发现了什么 玩人和一个绕骨飞帆的小孩 小狗们发现了什么 玩人 百年的土鸟 和一个绕骨飞帆的小孩 不好 是宁丹靖大药 我去救他 师尊且慢 苏医 这是何以 许之九龄们 以降妖除魔为己任 与世切不可袖手旁观 苏医并非贪生怕死 请师尊无需担心 叶公子自能化解 哦 如此 我倒要好好瞧瞧 小孩 你怎么不跑了 玩过头了 你没看见 看见什么 吃了它 心里至少增上五次坏点 吃了它们 就为只不要等它 兔兔很喜欢你呢 有两下子 可惜呀 这世上没有你独白的 吃不到的人 这小子 怕是在街南逃了 给你死 是小猴子 还有小狐狸 还是这母狐狸 师尊 叶公子他 唉 苏医 人死不能复生 我会为你另寻一门亲事 叶公子他把大妖祥扶了 甚至连术法都没有 什么 徒手情魂 宁丹静妖手 此人行为深不可测 现在 你们都是我的了 去什么名字好呢 叫兔八 猴哥 猴狗晶晶怎么样 他好巧 要那么拜他为师 就不会被人欺负了 猴哥 你就眼睁睁看着小弟被欺负吗 小子 找死 还来 但我这是动员吗 走你 搞定 糟了 我食堂里还有鱼呢 先生 刘布 这门亲事极好 事不宜迟 回事这就为你提亲 等等 素一的妆还没说好呢 先生先生 叶公子 救灵门 救灵门公孙岳 感谢公子出手相助 妙徒儿素一 曲解韩正 保全性命 小事情 小事情 救命之恩岂能言小 救灵门特向叶公子提亲 小徒素一 愿以身相许 啊 什么 我怕他才见过几次 要是闪婚 也闪得太快了吧 该不会是因为你们这边的邪俗 看了身子就要以身相许 没必要啊 这 这 不不不 您别生气 你听我解释 把火罐脱衣服 完全属于是救人的正常流程 我可没有任何轻薄冒犯之 所谓医者人心 大叔 你一定是弄错了 是搞错了 叶公子超凡爵俗 公孙岳钦佩至极 甘请高人收我为徒 什么情况 你师父不会是这里有什么问题吧 公子放心 宿义不会任由师尊乱来 师尊要拜师 叶公子岂不变成我师祖了 哪有师祖取徒孙呢 哎呀 我们各论各的嘛 不行 绝对不行 那 那就不结亲了 只拜师 好你个公孙岳 就想着牺牲徒弟成全自己 这 我 如此德不配位 还妄想拜叶公子为师 我就不一样了 是叶公子出山见到的第一个人 收徒也该收我呀 老贼可恶 明明是我先来的 我虚长奉活 公孙岳 愿拜叶公子为师 喂 你们干什么 好你个奸诈老贼 脸都不要了 我也跪 你起来 你怎么也跪下了 不是 你们两个家乡都快一百岁了 管我呢 你听 我叶全员就是个普通人 有什么可拜师的 您确定 要不您先回个头 回头 回一百个头 也是个普通人 说什么 你们都是一宗之主 说话做事要慎着 你们都是我的长辈 从岁数来看 我顶多能给这个小鬼头当师 活儿 郭小云 拜见师父 你闹呢 叶先生 收我为徒 就是九龄门师祖 九龄门上下都听你的 我玄奸宗 徒子徒村更多 别争了 我决定收着小鬼头为徒 二位若是愿意 就来浮云小院吃顿拜师饭吧 这还真是俩老头拜师 小鬼头得力 二位别气了 来了咱们就开开心心的吃 瞎瞎我今夜的主菜 火花 哦 这个光芒是 法宝华彩 这是千年难寻的黄灵液 三千年的冰顽固 只长在峭壁的凝霜草 能扩宽内部的浑原青 和洗精换脉 加过根骨的洗髓果 不就是萝卜开会吗 怎么还整出一段逛口呢 叶先生当真请我们吃 当然 多吃一筷子 就是十年功力 你们吃这么急 都不觉得辣吗 辣 是一种胸口热胀 如有火烧 快要喷火的感觉吗 哦 看来这便是火锅的功效了 没这回事 警察人吃火锅 不会喷火 灰灭火呀 此乃新火 素衣正在突破 无须灭 这种感觉是 我误了 吃个萝卜就顿悟了 世尊 叶公子 我突破到开灵境大圆满了 好 很好 很好 你又怎么了 是火锅不会得帕迪斯 叶公子 无法 我只是 好了 知道了 你也误了 公孙岳须长风 怎么会同时破镜 难道 都得此人之点 我等能有此番机缘 多亏叶公子相助 日后公子若有吩咐 我二人再说不辞 我也没帮上什么 吃饱喝足就犯困 我进去小睡一会儿 诸位随意 二位老弟 恭喜啊 二位修为大增 可是得了高人指点 让老哥也见识见识 你们小声点 师父正在午休 对 小点伤 等高人睡醒 我等再为老哥引见 好 这是 不好 天舞宗出事了 幸运此日凤五三宗 要躲卧天舞灵筐 恒山大臣 快被击破了 天舞宗在侧修士不足十万 对方来人百万 如何抵得过 只有请高人相助了 不可不可打扰夜公子睡觉 不可不可打扰夜公子睡觉 这帮邪秀警都是宁丹静忠后器 哈哈哈哈 老弟莫掌他人致起 看我如何退敌 此夜 别说 哈哈哈哈 徐老弟 你看我这招如何 不过 不过而已 不过儿 我这招 不过儿 不过儿 请看我这招 世尊,小点声,野公子要被吵醒了。 什么? 你们这是…… 苏伊,公子现在如何了? 没事了,野公子又睡着了。 那就好,那就好。 都怪你,打架就打架,惨叫什么呀? 知不知道都是因为你们找到野公子睡觉了? 我操,你们打我那么奇迹,就因为找了别人睡觉? 少古蛟龙? 东方苏,今日就要踏平你天武松。 识相的就交出林区。 我可留你当个…… 吵死啦! 那边是在搞装修吗? 吵死啦! 睡个觉都睡不安了。 谁在说话? 哪位高人在场? 何不现身一剑? …… 你让五主修弃者…… 死……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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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就是高人的雷霆手段吗? 啊? 啊,不是。 就是朝太老人家睡觉的后果而已。 ……………… 这真乃…… …… 官自在菩萨,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党急违接空 ……い切苦恶。 杀戮之刀不可留, 害人之心不可有。 世界如此美横…… 我却如此暴躁,我愿皈依,我心静好。 哎呀我,这啥呀? 超奋心惊,总该能睡着了吧? 你说,我儿死了? 是,他们杀了紫日宗主,往福音山庆宫去了。 庆宫?找死! 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平阴阳如樊掌,保定乾坤。 师父,你为什么不去看徐宗主他们三宗会晤啊? 三宗会晤什么名,我虽然想了呀。 但估计也就是一群老头打太极拳,能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留在家里跟维师学这个,帮你打遍天下无敌手。 真的? 师父,这是什么兵器? 这丁帕来图可大了,传说中的天鹏元帅。 闪了我的腰。 有道弄枪乃粗鼻之人所为,维师还是教你弹琴吧。 啊?谁呢? 我,师父,偷儿讲学武。 给我回来,音律也是武功的义处,学好了可比丁帕厉害。 师父,真的吗? 看来,是时候给你讲讲六指琴魔,用天魔琴大战武林的故事。 哇,师父真的弹响了。 大猫别走啊,第一次宗门活动,必须出席。 大猫显然听又不得不听的样子,最可爱了。 乱谈琴,我而听似于这当笛剑人之手,荒谬。 我还要将这浮云山,以为平地。 想听闻紫金典,念山念海念花望着,但上古神器,尽如何仇都能大仇得报。 好,这回故事说到天魔琴,重现江湖,六大门派各怀鬼胎,欲战没己有。 黄雪梅苦练天龙八音,化身为六指琴魔,要找六大门派宝夺琴灭门之仇。 数字将死也。 只见他松一扫弦,落正海高手独树,正海老土宠事被报,恼羞成怒。 哼,能回紫金典确实有点本事,放百年前却能与我一战,但如今必死无疑。 只见那,那,后面怎么说的呢?不管了,乱说吧。 只见那老祖按下黑手,六指琴魔预判攻击,急步闪避。 你是何人? 乃纵横天下,不可一世的子日宗老祖。 小子,赶命来。 六指琴魔以琴为武,将天龙八音发挥到极致,可顺发三次。 老祖招架不住,顺便垂死争扎。 好,好强的功力啊。 六指琴魔彻底打败伪善老祖,老祖扶手认输。 这故事如何? 修炼几百年的宗门老祖,弹着曲就被打趴下了。 太牛了,师父是徒儿子人见过最厉害的人。 嘿嘿,还是你小的会聊天。 刚才院中爆出通天敬畏呢,定是子日老祖得手了。 哈哈哈哈哈哈,没错,我等大仇得报,也请允议。 哎,你认识我? 谢谢。 谢谢。